昨天 朕又接到了三番请求撤番的折子 既然这件事情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那我们就要论个清楚 这番是撤 还是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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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怎么不说话呀 回皇上 奴才以为撤番之事事关重大 不可轻易变动 朕记得上次你可是主张撤番的呀 怎么猜一天就改主意了 奴才退朝之后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稳图些为好 没错 吴三桂身经百战 手下英兵强将无数 朝廷若是贸然撤番 只怕会逼他造反 韦小王 奴才在 你来说说 回皇上 奴才向来不太懂家国大事 不过 此前去云南走了一遭以后 奴才发现 吴三桂要造反这件事情 肯定是千真万确了 恐怕他连龙袍都已经给自己预备好了 而且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猛虎 把皇上您老人家避育成一只小鸟 不是 不是 一只小黄鹰 你详细说说 是这样的皇上 吴三桂呢 他有三件宝贝 他跟我说 这三件宝贝呀 都很珍贵 可惜 还是美中不足 就拿他第一件宝贝来说吧 这件宝贝可了不得 那是一颗鸽子蛋大小的红宝石 吴三桂把它镶在了帽子上 不过他说 宝石虽大 可惜呀 帽子太小 他的帽子还小啊 难不成要镇这顶帽子 才能配得上他的宝石吗 他还有第二件宝贝 是一张大白老虎皮 吴三桂又说 说这老虎皮虽然是很大 可惜呀 这椅子太小了 第三件哪儿 第三件宝贝呢 便是一张大屏风 这屏风上有一幅画 画上画了一只小黄鹰 站在树枝之上 可是这树下呢 却握着一只虎视眈眈的老虎 吴三桂他又说 这屏风虽是无比珍贵 不过可惜了 可惜了 这只恶虎 只能握在树下 让一只小黄鹰 站在了高枝之上 皇上 奴才以为 这是在讽刺您 但是这三句话呀 也只是比喻 不能证明他有反心呀 皇上赦你 皇上 奴才还有句话 不知当讲 不当讲 但讲无妨 不 谢皇上 皇上 您可能有所不知 吴三桂这个老滑头 吴三桂他经常向咱们朝中的王公大臣们送礼 动则就是黄金一千两 白银两万两 魏大人 这 你 你这没证据 你可不能瞎说 你别紧张啊 明珠大人 我没说你 我 我只是打个比方啊 打个比方 你放心 所以说 吴三桂那真是阔绰得很啊 不光如此 他还借着宴席剧赌 而且他故意将钱输给别人 我打听过 好像有一个人夜之间 居然赢了一万两白银哪 一万两 而且吴三桂他更过分的是 散播朝中大臣的谣言 就拿土海大人来说吧 他说土海大人 本身其实就是个穷小子 只不过是得于先帝的宠爱 才慢慢地爬上了高枝 皇上 之前呢 吴三桂这家伙呀 是巴结各为大臣 没我什么事 可是近日 吴三桂居然 也找上我的门来 来 来 喂小宝 皇上 您稍等 累死我了 不好摸我这个 皇上 您听 您听 来 这 您再看 来 您看啊 慢慢地给您倒出来 您看看 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 这只是一小部分 太多了奴才都拿不过来 都认识吗 这这这这这 这一地的金人珠宝 就是吴三桂送给我的 他跟我说 要让我 在皇上的老人家面前 多说他一些好话 说这番啊 是万万不能撤 我 过来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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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 我 你 对 我 我 你的 探查到了事实的真相 令奴才十分佩服 但若不是皇上洞察先机的话 派伟大人亲自去探查 那我们这些在京的官员 哪里会知道 奴三桂这个老家伙 他 他上门皇安居 居然屠奴造反他 皇上 奴才 马上就把这个乱臣贼子 送给奴才的金珠宝 全都捐给国库 冲荡君子 奴才糊涂啊 竟被吴三位迷惑 兴得皇上开导指点 奴才拨开云雾见青天 奴 奴才 奴才这就把赃物 上交国库 臣奴才的国库 应当向孝宝所爱人 奴才以为 应当立即撤翻 将吴三桂索拿归京 抄家问罪 臣以为 吴三桂这是狼子野心 罪该问斩 皇上 奴才本以为 只要我一人 受到了吴三桂 这个老家伙的蒙骗 没想到 左大人 王爷 还有诸位大臣 也全部都被那个老家伙给蒙骗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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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是了不得 王老 您放心 我们诸位大臣 一定向所大人和王爷学习 将这个老贼送给我们的金银珠宝 一个不留的 上脚不破 是是是 都平身吧 谢皇上 子女儿 虽然这吴三桂有不轨之心 但是反撞卫禄 今日朝堂之上所说的话语 任何人不允许泄露出去一个字 皇上宽宏大量 千古民君 既然你们都已经赞成撤番啊 那朕就准了吴三桂 让他立即携家代考 进京安顿 皇上真知拙见 早就背下了怀柔的手段 奴才等深感佩 明珠 皇上 最好啊 吴三桂能够奉旨还朝啊 百姓 也能逃脱这刀兵之灾 但是朕 要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 前去云南宣旨啊 皇上 吴三桂这个老家伙 对奴才我 定是恨之入骨 想必这次复命 奴才我 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皇上您老人家 一声令下 我们做奴才的 万死不止 好 那 朕就择日 另选他人前去云南宣旨 就不派你去了